不受疫情纷扰 越南台湾商会联合总会青商会会长陈敬睿 利用古天的年节假期 率领重机车队完成南北越2000公里的撞游 并沿途拜访各地分会 大年初一就从胡志明市启程一路北上 尽管过程中难免遭遇三宝突袭 喇叭第二天就暗道扫瞎 车牌还因为坑坑巴巴的路况拦腰震断 但纵观整趟旅程 人看得见越南的发展与进步 我在2013年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骑过一次南北越了 然后也顺便再来看一下 这九年来有什么变化这样 道路上的改变是我觉得差最多了 包含该拓宽的 然后沿途的一些建设 或者是一些房子什么 其实都变化都蛮大的 很多城市都盖的 现在也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漂亮 相较于台湾骑程重机旅游 领队张宏伟表示 越南的路况变数较多 骑程也比较耗费精神 加上路上三宝不少 按了喇叭也没人理 沿途有些民众还会好奇追车观看 惊险状况层出不穷 不过越南拥有漫长的海岸线 沿途风景仍足以楼域身心 越南很大 从胡志明骑到河内要1800公里 路上的情况当然很多 因为你不需要学时注意 有摩托车有牛 坐前面前倒的要特别注意 后面有没有跟上 还有就是车队的安全 尽管车队成员回顾旅程 收了轻描淡写 但事实上原本出发时 共有六辆重机同行 但中途有人退出 也有车辆抛锚 回程难返的车队 已只剩三辆 沿途有多操不言可遇 中央社界陈嘉伦河内报道